陸景之是半导体分析师 外字圈的 但是突然间讲了这段话 庆荣请上来 倒是让大家有一点点不太明白 他的论述点 他说半导体的通膨来了 通膨不就是涨价吗 没错 他讲未来20年到30年 金元代工将会是年年涨价 还有美国施压之下 中国大陆到现在 仍旧买不到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是半导体设备最大的厂商 买不到艾斯摩尔的EUVO 即使外光设备机 一台大概是1亿美元超过 所以这两个新闻 你怎么看 还有一点 今天庆荣擅长财报 是他的强项 把上一季的季报拆了 来看到底毛利欲下滑的原因 首先先来解释半导体通膨 因为过去的二三十年 其实那个金元代工的价格 其实是一直每况愈下 是呈现所谓叠价的趋势 但是陆行之认为 未来20年将会呈现每年涨价 为什么他有这样子支持的论点 因为现在目前半导体的设备是越来越贵 以前盖一座28奈米厂大概40亿美金 现在盖一座5奈米厂要120亿美金 未来盖一座3奈米厂要200亿美金 比28奈米整整多出了5倍 那当然金元代工厂自然就会反映在成本的上升上 不然他们影响到他们毛利的表现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大陆到目前为止 因为受到美国的一个施压 一直买不到EUV的这个极脂外光的这个设备 那我认为现在买不到 未来会买得到 最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 那比如说这张图其实是三个美中台 三个不同的一个半导体的厂商 他们的制程的部分 像2019年之后Intel是来到10奈米 当时的中芯半导体中国是来到14奈米 台积电开始导入EUV生产7奈米 所以7奈米以下就要用EUV这个设备 因为7奈米就是高阶制程了 这种设备用这个才做得出来 那为什么现在中芯买不到了 是因为现在Intel才开始 在今年才有机会用到7奈米EUV的一个设备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开放让他去买 那不是就赶上了美国的制程的技术吗 但是到目前我们来看 到2023年的时候 当Intel它的制程能推进到5奈米的时候 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很简单 它就是要领先中国大陆 至少一到两个世代 所以两个世代到位了 你要跟你就给你买慢慢跟 对2023年就有机会 是有机会 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开放 因为美国不是不卖 这些先进的设备给这个中国 比如说今年的三月份 美国政府就同意艾斯摩尔 去应该说去出口 14奈米的一个制程给 那个中芯半导体 设备机给中国 对那其实这个14奈米 他们当时中芯就公布了12亿美金 采购艾斯摩尔的这个14奈米的设备 所以预计大概他们三月份拿到设备 所以六个月后开始量产 所以今年的九月份成熟制程的产能就被开出来 所以这个就会影响 对台积电不会有影响 但是对于像联电世界先进就会有些影响 最主要是中芯半导体取得的相关的设备 请我问您如果照这个时程表 照这个高阶制程先进制程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还是走最快的是不是 第二个它对于这个Smore的设备 依旧是最大买家没错吧 对但是它走太前面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没有人可以学习 没有人可以有一个经验可以去让它去模仿 所以它就影响到它良率的部分 那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看到 今年的第二季很特别 台积电的营收较去年成长了28% 但是它的毛利率却从53%下降到50% 这从财报分析的角度是不寻常 营收成长了这么多 毛利率竟然出现下滑 一般人会出现这样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其实就是低毛利的产品 拉高营收占比的比重 所以这时候其实先前的媒体有说 是不是车用晶片坏了台积电的毛利 因为车用晶片是省熟制成28奈米 赚的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我觉得这答案是错的 是因为去年的第二季 其实台积电是没有任何的5奈米 它的占比营收是0% 但是今年的第二季 台积电5奈米已经拉升到18% 所以一般而言 越先进制成会享有越高的毛利率 所以看起来台积电的高毛利率产品 还是占营收比重非常高 它并不是因为车用晶片 压低了它的毛利率的表现 所以这想法是错的 感谢 再来 那第二个会影响的原因 其实就是产品良率的下跌 所谓产品良率就是100片的金面充 如果有一片是坏的 那良率就是99% 但是如果有两片是坏的 产品良率就会下跌 那因为坏掉的晶片要报废 就会造成你成本的上升 那台积电现在目前量产5奈米 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学习 所以我觉得它的产品的良率 也许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卡关的状态 造成它生产的良率的下跌 也造成它毛利率下跌的因素 那我问您 就我所掌握到的资料 台积电的晶片良率下跌 会不会问题 不是5奈米 5奈米都已经大量生产出货给人家了 会不会在3奈米 因为3奈米在今年的下半年 是要试产的 要try 要试 这个晶片怎么可能一次到位 所以会不会是3奈米这边 让大家良率约的有点下滑 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都只是短暂的现象 因为以台积电的技术能力 很快的就会找到最佳的生产方式 这个是短暂的 那第三个其实会影响的 就是美单位的成本上升 那成本在财报里面 其实有分为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 那影响比较大了 差别在哪里解释 变动成本其实就是有 会制造产品之后所衍生出来的成本 比如说我今天要卖一个咖啡 那咖啡的杯子跟咖啡豆 就是它的变动成本 那固定成本就是生产咖啡那台机器 那变动成本是你有产品的时候 才需要任务的成本 但是固定成本就是即使你没有营收 也需要任务相关的成本 就像咖啡机 这个咖啡豆没了你还要再买 所以一直买咖啡豆变动成本 机器永远都是那一台用个一两三年 不会坏固定成本 那会影响固定成本 美单位的固定成本有两个 一个叫产能利用率 一个叫资本支出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资本支出像目前大部分 大概都需要六到十年去论列折旧 那所以如果当产能利用率不高 或者是资本支出太多的时候 会影响到美单位的固定成本的上升 资本支出上这交过就是要提列一定比例的钱 为未来的扩产跟扩产研发做准备 才能利用率讲白话就是 我现在机器设备 买的所有的材料这些等等 到底我买100能够生产出100吗 越高是越好 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影响 这个就会掉下来 对 我举例来说 像去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是5066亿元 那通常这个资本支出都为了买这个所谓的这些设备 那这设备 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六年时间去认列 六年就相当于24季 所以每一季台积电为了2020年 这个5066亿的资本支出 他必须得认列210亿元 当作他的资本支出的折旧 这是台币嘛 对台币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了这个数字之后 那他每一季的产量 就会影响到他单位的固定成本 那以今年第二季台积电的生产量 大概是336万片来看的话 台积电2020年这个资本支出 他所要认列的每单位的固定成本 大概就是6284元 但是如果当他今天的产量上升到350万片 他每单位的固定成本 就会认列从628是降到6028 但是如果他的生产从330万片 336万片 降到300万片 他的这个单位成本 就会从6200上升到7000块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我们把它讲白话的 也就是台积电同样用这个机器 在做生产一模一样的 S-MORE的设备机 极紫外光的设备机 但是如果这个机器生产出来 能够达到350万片 跟只能够达到一模一样的机器 跟只能够达到300万片 所带来的每一片的成本 是差很多的 为什么生产 同样机器这样在生产 当然生产的片数越多 除下来成本就会低 所以这个慶容带的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所谓的规模经济 所带来的成本效益的递减 对所以看起来台积电 今年第二季营收成长 但毛利率下滑 有一个可能就是它的产能利用率 没有达到100% 所造成出来的结果 那为什么它的产能利用率 没有办法达到100% 或许是跟它的大客户 在第二季有进行一些调节订单 比如说这个比特大陆 他们这个时候 因为被中国整顿虚拟货币 所以影响了订单 比如说苹果可能它也在调节 它的一些出货的一些准备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短暂的现象 因为台积电的这个产能 即使第二季有出现短暂的下滑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市场需求非常多 也很快的就能够拉升到 100%的产能利用率 换言之日后的总产量增加 成本的降低 应该也是不久的未来就看得到 对叫水到渠成 就是产能利用率如果一旦拉升 它的固定的成本就会下降 固定成本下降 毛利率就可以上升回去 这就是所谓的规模经济 观众朋友你就查一下经济学 当然规模经济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一张来看一下 那半导体的相关概念股呢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半导影响台积电的毛利率 都是短暂的 所以这个时间一拉长 它应该就会恢复到 它合理的这个营运成长的轨迹 那目前我们在检视半导体的 一些相关概念股的时候 我们重要的这个财报 其实我个人其实会看几个面向 第一个我会看营收有没有出现成长 那营收成长的过程中 它的毛利率 有没有因此而出现下降 它还持续的增长是比较好的表现 那另外ROE 这个股东权益报酬率 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以上 那一定的水准是多少 至少要15% 这个是巴菲特认为 至少一家好公司 就是该有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的表现 我投入100块 你是要给我15块以上的正报酬 对那本益比的部分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部分 那目前我帮大家筛选出 5家的这个半导体的公式 那目前看起来台积电的营收成长 跟毛利率的增长 其实都表现得不错 那尤其是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来到29.9% 这个其实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 那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本益比 现在是来到27倍 所以以它过去来讲 这个算是合理 但是并不是便宜的本益比 那第二个联电的部分 虽然营收成长跟毛利增长 甚至在本益比的部分 表现都还算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唯一可能要考量的是 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中芯半导体今年3月份 已经拿到艾斯摩尔12亿美金的设备 预计大概9月份产能会开出来 这个部分对联电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这要稍微留意它后续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像光照跟金鼎 这两家是做半导体的设备 它们不管在营收的成长 像光照是成长25% 金鼎是成长35% 毛利率的增长上 光照有6.02%的成长 金鼎也有1.58%的一个成长 那本益比两家都不到15倍 其实是表现很好 那ROE光照有31% 金鼎也25% 也都是非常亮眼的表现 那最后一家超风是做封测的 它的营收表现 毛利的成长都不错 ROE也在16.9% 目前的本益比在15倍 这个看起来都是非常 就半导体公司来讲 是财报表现亮眼 而且股价在相对合理的标的 你看不简单 金鼎可以赚一个半的股份 台基电赚两个股份以上 大盘的本益比大概2223倍 如果本益比小于大盘 股价就有点委屈了 所以请问一下庆隆 如果站在未来趋势方向来看 这些应该都算是直优好股票了 对 所有的半导体的公司 未来这几年的业绩应该都非常好 唯一需要担心的其实就是 中国大陆的起来之后 会不会压缩他们原本订单的 一个成长的空间 好 感谢庆隆讲的精彩 谢谢您 再整理一下庆隆的重点 今天陆景之特别提到了 半导体的通膨来了 日后的半导体制造代工 可能就会持续的涨价 理由很简单 因为底面需求将会是越来越强 不过讲20年了 我们就继续观察了 还有一点 因为美国的打压之下 中国大陆现在卖不到 Smoor高阶制程的 极紫外光的相关的设备机 那庆隆说 今年买不到 明年有机会 明后年就买得到了 因为到了明后年 英特尔已经来到了5奈米 即使美国都做到了5奈米 所以中国大陆要的7奈米等等 我就卖给你了 所以到2023 应该就买得到 这个Smoor的极紫外光机 这是评论 但是台积电 台积电感谢庆隆 把上一季报拆了之后 才了解 为什么营收获利成长 可是毛利率 反而是下滑的呢 不是来自于车用金变变多 不是 原来是在良率的下跌 不是台积电的晶片 制造代工这些做不好 5奈米的不成问题 我刚特别跟庆隆确认了 3奈米现在在市产 市产过程当中 当然就会有些良率 还没到位的 是在这个成本的负担 还有每单位的成本上升 有包括了在产能利用率 产能利用率 看右边的图就知道了 同样一个基台 我生产的片数越多 我的成本没片就能够下降 可是因为现在 刚好是在5奈米 跟3奈米的市产 3奈米到下半年 才会量产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 才会影响到 产能利用率 但半导体的未来 刚刚青龙说 现在的不好 未来没多久 就会整个转好了 因为台积电 接下来的业绩提振 还是在高阶制成 半导体的相关概念股 几个重要的选项 全部都帮您列了 以上结论 庆龙 没错了 完全正确 感谢您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压轴这一题 也是粉丝要问的 粉丝提问 我们这个时间 已经来到了第七堂课 国具之前不宣布 要并下麒利心 国具是存续公司 麒利心是消灭公司 即将下市 所以粉丝担心 我手上 会有麒利心的权证 会不会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还有 她在这个并购日 我的麒利心的权证 到齐日 是在这个并购日之后 我可以放到 到齐吗 易真知道 加油 温暖 温暖